大家好 我叫张芳勇 可能大家看我的腼腆的外形 就知道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但是我是一名职业拳击手 我有一双粗糙有力的大手 他曾经在沙袋上磨砺 在对手的脑袋上撞击 手骨折又重新被接上 他为我斟酌了拳王金腰带 这双手是我荣誉的象征 13岁那年 有一天我看电视 看到了一场国外的拳击比赛 两个黑人拳击手 肉搏相见 动作迅猛 令人眼花缭乱 我一下子被愣住了 看他们林立的出拳 强劲地击打 这是力量的象征 我也要想做一名这样的拳击手 于是我动手做了人生中第一个沙袋 用装粮食的布袋 装了满满的沙子 得有一百多斤 我把它挂在树上 当我兴奋地打上去第一拳的时候 你们猜是什么感觉 激动 倡议 还是热血澎湃 都不是一个字 疼 当我第一拳打上去的时候 拳头就流了血 正规的沙袋 打上去是软的 而我这个黄品 硬邦邦的 但就是这个像石头一样的沙袋 激发了我的拳击梦 因为在我每次飞拳的时候 周围就有一群朋友围观叫好 我就像电影里面的武打英雄一样 身边有一群粉丝跟着 所以初中毕业以后 17岁的我 在这2000块钱 从重庆南下 去到昆明一家拳馆学前机 然而到了之后 我才知道 光一年的训练会就得3000多 为了训练会和平时的生活开销 我决定去应聘当保安 这份工作轻松 而且也不耽误训练 但当主管看到我的时候 他说 你这怎么混进来的 你这样子能当保安吗 形象是什么你不知道吗 你这身高 你这长相 回家种地去吧 他的话像一盆凉水一样 浇在头上 我当时没忍住 让你哐哐两千 自然工作也没了 于是我去扛面粉 摆地摊 拉摩滴 送外卖 用一切人挣钱的方式 支撑着我的拳击梦 你们看过 可以